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戎文化成了千古之谜 从20世纪70年代起 河北省鸾平县相继发现了多座大型山戎墓地 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山戎文物 为了解山戎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我手中拿的是一把春秋时期的青铜剑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丰富多彩的山戎青铜器 河北省鸾平县虎石哈镇南面有一座高耸的小山 小山居高临下形势显耀 上面有战国时期的封碎遗址 当地人叫它炮台山 1978年 社员在这里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古墓群 考古发掘证实 这里是一座大型的山戎墓地 其后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鸾平县 梨树沟门 银房村等地发现了大型山戎墓地和山戎遗址 出土了许多山戎青铜器 逐渐揭开了山戎文化的神秘面纱 山戎青铜器分为兵器 礼器 和事物三类 山戎青铜器个头都不大 用小巧玲珑来形容它们 非常贴切 鸾平县出土的山戎青铜器 礼器不多 这件云雷纹三族队是其中造型最精美的一件 队是古代称放蜀记的器皿 队上下体为两个半球 用子母口相扣 青铜队通体魂圆 盖顶有三个鸟形环扭 底部有三个鸟手形环而构成底足 盖身自上而下 以三角云雷纹组成一周翻带纹 出土的青铜器中 数量最多的是兵器 有鸽 短剑 削刀 和剑足 还有马贤 铃铛等车马器 说明骑射是山戎男子必须掌握的技能 死后也要把兵器伴随在身边 山戎兵器以青铜器为主 这把盘龙手式青铜剑全长30.3厘米 剑长19厘米 直刃 剑手被雕塑成盘绕的双龙 剑柄处秘密排列着人字行文 剑刃锋利 铸造精良 山戎组使用的青铜剑都是直刃式 剑体短小 剑身与剑柄的比例在2比1或3比1之间 与中原的长剑有明显的区别 短剑可砍杀又可刺杀 非常适合马上作战使用 除了剑体短小的特点外 剑手形状多种多样 有双木手 心形环手 镂空袁兽手等 上面还有各种精美的兽纹和几何图纹 有着鲜明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特色 弓剑是山戎人的一种常用武器 山戎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铜剑足 剑足形状各异 有六种样式 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剑足 可以远距离最大限度的射杀敌人 西周末到春秋初是山戎最强盛的时期 山戎经常与周边的燕国赵国齐国发生战争 燕国与山戎为林经常受到侵扰 迫使燕国不得不把国都从今天的北京琉璃河迁往林役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异县 齐国也多次受到山戎的侵扰 公元前706年 山戎越燕发齐 齐国抵抗不住 急忙向郑国求救 郑国发兵才把山戎人赶走了 诸子集成管子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讲学回来 看见一位妇女在坟前哭泣 便走过去询问 妇女告诉孔子 她的丈夫在与山戎人打仗时战死了 孔子听后叹息道 为管仲无其批法左任 意思是说 没有管仲 我们齐国人都成了山戎的俘虏了 可见当年的山戎族是多么强大 山戎族在最强盛时期 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 铸造出了分厉的短剑等兵器 快马力剑 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出土的这些山戎青铜兵器 就是那段历史最有力的见证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当时的山戎人是半农半木的民族 农业依然在使用石斧 石莲 石刀等实质农具 稀有的青铜只用于铸造兵器 礼器和耳式 凶式等事物 由此可见 山戎是个非常爱美的民族 考古发现表明 山戎人的穿着打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他们的事物可分为头式 相式 腰式 坠与配饰四类 用青铜 玉石 骨头 贝壳 金五种材料制作 大多数山戎人还佩戴相式 相式有的用树颗玉石串联而成 大的项链 长到膝盖 显示出佩戴者的高贵身份 很多配饰是用青铜铸造的 这些叫锤形配饰 有的被铸造成上小下大扁片菱形 上有小孔 有的被铸造成八字形 上部实心 下部通心 有的被铸造成鸟形 鸟的头部有孔 小鸟扁平 呈展示飞翔状 造型生动自然 除了耳环相式外 山戎人还喜欢在衣服上的缝坠青铜牌饰 这些青铜牌饰呢 都以动物造型为主 有青蛙 老虎 马 羚羊等 专家认为 这些青铜牌饰不仅是为了美 还与山戎人的图腾崇拜有关 不同的士族 有不同的图腾 把图腾牌饰呢 缝制在衣服上 是为了时刻得到他们的保护 这是青铜虎形牌饰 老虎呈匍前进状 虎头微微上扬 紧缔地注视着前方 把老虎捕食的样子塑造得活灵活现 这是青铜马形牌饰 马体剑朔 四骑翻飞 马踪飞扬 呈奔驰状 马头巨大 显得十分夸张 这是青铜蛙形牌饰 通体圆形半幅雕饰 中间为以写实的腐饰蛙像 蛙四足外出 左跳跃状活灵活现 内外圆形边框装饰水波纹 象征蛙跳入水里时 水面上形成的层层涟漪 春秋战国的时候 塞荣是最强大 他长期于中原的齐国 燕国 赵国 鲁国 镇国等等 抗衡 他的历史到 齐桓宫北伐山荣之后 他逐渐走向衰落 到了战国末期 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存在的历史内 大约是两至三千年之久 山荣人 山荣人长期接触中原文化 如出土的桃豆和青铜队等礼器 就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进入战国时期 山荣人与燕国人相融合 在燕国东北部的山荣人 并入东湖 山荣文化逐渐消失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有个瑞典人 瑞典的传教士 就在鸾平那一带 那个进行传教 他本身呢 也是个考古学家 这个人叫阿尼 他在鸾平 还有在张荣人的宣化 收集了一些这个山荣文物 青铜器 阿尼对收集的 二百多件山荣文物 进行了研究 于1933年出版了 中国鸾平和宣化发现的 青铜器艺术 这就是该书的复印件 书里介绍了 他收集的职任青铜件 削刀 建筑 青铜装饰品等 第一次向国外展示了 丰富多彩的中国山荣文物 后来呀 他回国的时候 把这部分青铜器 带到了瑞典 他这个到瑞典以后 把这批文物 捐献给了国王 瑞典国王 后来瑞典国王又把文物 捐给了斯德哥尔摩博物馆 如今这些文物 依然珍藏在那里 从20世纪70年代起 考古工作者 在鸾平县相继发掘了多座大型山荣墓地 有关专家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后 首次提出了山荣文化说 从此 山荣文化研究 方兴为爱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山荣青铜器 既有中原文化风格 又有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 表现出中华文化多元性的鲜明特点 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为研究先秦时期中原文化 和以内蒙古 鄂尔多斯为代表的草原文化的相互关系 研究山荣民族的生活习俗 经济发展 提供了珍贵的食物资料 山荣是中国先秦时期 北方最强大 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他们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 山荣历史和文化 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组业时间 再见